大家好 我是佐拉 今天是5月31号 5月的最后一天 我有两天没有做Vlog了 最近做Vlog都会因为每天熬夜 做到凌晨2点甚至3、4点 每天只睡2到4个小时 所以每次录的话精神面貌都不太好 今天去剪了一下头发 然后今天也有睡饱还有午睡 所以应该精神面貌会好一点 先说昨天前天 昨天早上一起来就 在外面露营都没办法耐床的 都会天猛猛亮就醒来了 然后看着海面上的天逐渐的亮起来 我们在礁岩上面可以看到海滩 我也有看到旁边渔港的 有一些人的扇板是用皮卡车拖上来的 有些人是人力拖上来的 并且还纯属的这种是国军吗 反正就是穿那个橘黄色工作衣服的人 都会帮他们拉上来 我不知道就是植物人还是顺手帮帮忙 然后我跟杜文仁先生就在这个山上的小凉亭里面 就继续聊天 平常都在跟他抬杠 他就老是凶我 我就老是蛮不在乎的去反击他 不过在凉亭里面我们录了五段 每一段录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比较有意思了 从什么是知识分子到什么是汉人话题 还蛮有趣的 我以后应该会把它一刀不减的把它放出来 每个片段大概在五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就开车带着小熊回到山的那一边 因为成功证的那个乌石碧渔港是在海岸山脉的东边 我们要回到海岸山脉的西边 也就是花东重谷里面 我们先去日里吃了一个午餐吃素食 然后再开车路过瑞瑞的北回归县 标志公园的时候去上哪个厕所 然后杜文仁先生和黄文海先生就想要坐下午的火车回去 然后我们去火车站买了车票之后 发现只有3.06分的车票 然后我们就去找蔡永泉聊天 聊了一会 然后我们又决定去河边西边玩水 所以杜文仁先生超级喜欢玩水 然后我们在吸水里边躺啊玩啊 然后我就送他们上火车了 他们是做的普悠马 普悠马做起来还蛮快的 然后昨天就实在太累了就没有做Vlog 我就在整理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从空荡荡到我逐渐把我原先放在另外一个房子地下室的器材搬过来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把我的电脑 电脑负责剪辑 桌子负责 桌子用来做录播 然后我还有录音器材全部都拿过来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 我赶紧剪一剪做成这个Vlog 我明天又要去台北 开走的这个帐篷车到台北 待四天也会带上我的狗 我去帮贝林在台北的书展去帮忙打杂 顺便去参观一下自由广场的六四纪念晚会 如果有谁正好也在这附近的话 欢迎来台北世贸的台北书展 或者6月4日傍晚的这个纪念晚会上面找我 我就是这个短头发 希望大家来来来来打个招呼 或者是喝个饮都好 好感谢晚安